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晚会在另一个地方 现在是因为我在我的总部里 然后之前我去做过 我来一个Honest Review 关于到Kavila 这不是一个责任的视频 但是是一个责任的视频 你们等了很久的Kavila 这个Honest Review 终于来了 怎么会这样久才做这个视频 其实我在忙着做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这个时间去拍那个视频 我要谢谢我的朋友 因为他送给我这个Hair Tonic 给我Try 很开心因为我有机会用到这个Product 自己来都一直在找着一个Product 就是可以帮我生发 像生发水这样子 对于现在的这个效果是很满意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用了一个月的这个效果 是你看 有baby hair的 like baby hair 这边没有这样很多 and then 这边上面没有这样很突 上面我没有拍到照片 因为没有人可以忙拍 就是女子的一个烦恼 一直绑头发上去 就会弄到你的头很突 可是如果我放下头发又觉得你看 很乱七八糟 所以 会有这个Cavilla的出现就是这样子啦 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烦恼 让我们生发多多 然后美美 开从那盒子拿出来的时候是 它已经有一个味道了 就是那个人生味 很重很重的那个人生味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味道这样熟悉 是因为我有不用那个珍珠糕 如果你们有听过珍珠糕的话 它是一个人生在里面啦 那味道是跟那珍珠糕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它那个人生味太重了 我第一次放上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在这边这个部分 中间然后还有这个旁边这个部分 滴两滴抹上去 过后抹上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辣辣的 它涂上去的时候 就是会很刺头皮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叻 很奇怪 我问我的朋友 他讲 哦是正常的 这样子它会刺激我们的头皮 然后给它上发 他是这样讲 不是每一天都在用 我是洗完头过后 我才放上去的 当然你不是讲 一定要洗头的 还是可以放啦 你要几时放都可以的 就不要你的头发 色色的时候去放 我有看到其他人 去用它的这个 眼睛的这个 serum的什么 很多人都是讲 睫毛这样 然后我还有其他朋友 在instagram 我看到他们的story 就是他们做一个最低头 这样子他们自己的对比图 我这个朋友 他本来都是很长的睫毛 没有想到他用了 看到它更厚更美 哇 让我们来做一个结尾 到底这个product 值不值得 我觉得它很值得 因为这个价钱 然后可以给到你这样好的效果 它是很值得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产品有兴趣 我会连连我的朋友的instagram 在下面 你可以去找他 一定要去找他 如果你对于这个产品有兴趣 一定要找他 因为下一次是 他们有这个双十一活动 这样子的 可以找你的朋友一起买 这样子啦 我会尽量快点 updat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知道我很久没有update了 如果你有什么product 要我try啊 可以comment below 或者你可以pn我 在我的instagram 然后当然 你会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 我是Shani 在这个影片里面 请按赞 和订阅 然后 我会见到你 在我的次视频 再见 再见